环境部长肯特今天表示,现在大自今年以来已经透露不再续签京都议定书的意愿。 家方目前将致力于游说各国签署家方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提出的签议。 本国前任自由党政府1998年加入京都议定书,但却从未达到议定书所规定的减排标准。 2006年保守党政府上台后,制定了在2020年之前减排17%的新目标。 这个标准与美国一致,但低于京都议定书规定标准。 保守党政府表示,议定书的标准会损害本国的经济, 同时强调,世界上三个最大的污染国,美国、中国和印度都没有签署议定书, 而任何不包括这三个国家的减排协议都是没有意义的。 因此家方开始推动一个包括所有国家在内的新的协议。 本国今天在宣布不再续签京都议定书的同时, 还宣布将拨款12亿加元,用于在未来三年帮助贫穷国家改善气候环境。